麻疹疫情在台灣和日本兩地延燒 目前國內確診22例 日本則有67例 還有一名7歲孩童 22號要從沖繩搭機返台 卻不明發燒到40度 遭到拒絕登機 疾管署推算潛伏期 強調感染麻疹機率並不高 如果是在沖繩感染麻疹的話 他不會這麼快就發病 那再來是說 因為依他的年齡的話 他這個年齡層呢 其實小時候都有打過MMR疫苗 國內兒童麻疹疫苗接種率高達97% 只是全台自費疫苗剩下3萬劑 就怕供需失衡 疾管署強調 只有20到40歲 又是第一線醫護航空人員 以及短期內要出國 前往疫區的民眾才該打疫苗 其他人實在沒必要挨這一針 40歲以上的人 幾乎都有得過麻疹 只要得了麻疹 終身免疫 那20歲以下的人 因為小時候也都打過疫苗 對基層診所來說 往年自費施打麻疹疫苗 平均一年才35人 最近一週人心惶惶 用量卻暴增到10年的總和 它不只是飛沫傳染 它還有空氣傳染 所以它的傳染力很強 平均一個麻疹病人 會傳染到15到20個病人 目前列管追踪的麻疹接觸者 超過5000人 一旦出現高燒 咳嗽 鼻咽等症狀 建議立即就診隔離 防堵疫情擴散 大一期問菜 林吳博勳 台北報導 中間的維持